中华航诺富特的群聚再扩大 连华航机师的教官案1183 也染疫了 更传染给他的家人 而其实这一名教官 他曾经在案1153这位机师发病前 在4月28号的晚间9点到11点这段期间 这位教官帮他进行了 一个多小时的模拟飞行训练 但指挥中心却是从29号的凌晨0点开始 才匡列接触者 所以新增的这位确诊的案1183 他只差了一个小时被漏掉了 没有匡列进去 也让感染专家质疑 我国的疫调太过于僵化 不能够只死板的思考时间 也必须要把空间纳入匡列原则 国航机师教官案1183 其实早在4月28号晚间 就跟夜奔酒吧机师案1153 老人有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接触 而且时间就在案1153发病之前 但由于现行疫调匡列接触者 是以确诊者发病前两天为限 指挥中心认为案1153 是在5月1号发病 因此接触者匡列 是从4月29号零时才开始起算 导致案1183教官 因为只差一个小时 没被匡列居家隔离成为破口 宽列的那个个案可能要综合的考虑 不只是48小时之内 他没有办法确实的知道 他发病的时间是哪里的话 一开始有点不舒服的时候 就要开始认定他是发病的时间 村家认为很多患者 自述不舒服的时间点都是抓个大概 谁也没有办法确定自己发病时间 是几点几分 建议至少要多加半天缓冲期 还有人说这也显示五国疫调 真的太过僵化 不能只死板的思考时间 空间也得纳入 宁可多框也不要挂一漏腕 只是随着确诊个案增加 指挥中心原定五月十七号 华航怒福特饭店群聚事件观察期 是否又要再往后延 最后一个被发现的病例以后 差不多二到四个礼拜的时间是观察期 二十二号以后 如果一直都没有病例的话 才可以比较放心 目前还得监测观察到五月二十二号 但由于技师教官和染疫的太太 到确诊之前都没有被隔离 让民众相当紧张 就怕引发社区危机 进一步来关心在昨天新增的 这位确诊机师案1183 他就是先前染疫机师案1153的 模拟训练飞行教官 而一般在模拟机舱的训练 是配置两名学员 还有两名教官总共有四个人 课程大约四小时 但加上简报时间 接触时间可能是长达六小时之久 而且他们处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 机师们又经常会接触到设备 让病毒更难防 另外根据了解这名案1183的飞行教官 他总共带了三天时间的模拟机训练 至少接触六名学员 甚至有人因为传出了每被匡列 在上课完毕之后 已经执勤飞往美国 让其他机师人心惶惶 离开地面之后 模拟驾驶舱各种突发状况 即便是已经上线的机师 每隔一段时间还是得接受模拟机训练 而这回华航机师染疫事件 确诊的案1183 就是负责帮学员上课的飞行教官 推测传染链恐怕已经延伸到模拟机课堂 以飞行员来讲 我们固定大概每半年就需要训练跟考核一次 所以基本上六个月我们就要飞一次模拟机 他好像是有带过三个模拟机 一般模拟机舱训练 通常配置正机师与副机师两名学员 以及飞行和实习教官共四人 密闭空间课程最长可达四小时 如果加上前后简报接触时间至少六小时 根据了解这名案1183飞行教官 一共带了三天的模拟机训练 至少接触六名学员 还传出有人因为没被匡列到 在上课后已经执勤飞往美国 机师群人心惶惶 模拟机的时候还是必须操控一些飞机的荧幕 或者是一些操纵感 所以如果不小心 如果有一些体力的沾染 也是会有些风险 这位教官还是有带一些课 所以大家其实心情还是会比较紧张 就算学员上课都有依规定戴口罩 但还是难防接触感染 这恐怕也是这回疫情在出现破口关键 建律 陈清顺 看不懂 好我们现在来看到诺富特饭店的控管 也不断被指控出包 还有员工向平面媒体爆料 说饭店有所谓的三大控管漏洞 有员工说他们在饭店是发现 没有做好人员的分流 会要求员工帮忙 检疫旅客送餐之后 再去服务一般的客人 而且送餐期间 他们穿的是检疫雨衣 没有穿防护衣 而在房客退房之后 只给了一个小时的清洁时间 时间太短了 有的时候根本来不及消毒 就开放给下一位访客来入住 另外员工餐食是由外包商来负责 万一指挥中心没有掌握到 恐怕也会导致社区感染的风险 这个送餐的动作 帮居检旅客送餐 饭店人员口罩手套缺一不可 服务检疫民众者 还不能接触一般旅客 防御旅馆SOP就在眼前 但诺富特饭店却被员工踢爆 完全没有照标准流程 员工爆料 诺富特饭店是提供员工 超商就能买到的轻便雨衣 帮检疫旅客送餐 而在送餐完毕之后 还要再服务一般旅客 人员没有分流已经很夸张 还用雨衣替代防护衣 恐怕造成防疫漏洞 饭店防疫危机还不止如此 一般旅客在退房后 只给防务人员一小时消毒 就急匆匆要给新房客入住 但这时间根本来不及消毒整理 因此就发生过 房间没有消毒 就开放入住的离谱行径 如果上一个旅客有病毒 他没有经过完整的消毒 那第二个旅客新住客要进去 他就可能会被这个病毒传染到 另外有员工说 员工餐食其实是由外包商负责 很担心指挥中心没有掌握到 让不幸染疫的外包人员 在社区啪啪噪 路伯特饭店管控平平被指控出包 一旦查证属实将再被开罚 避免心存侥幸再整破口 解这么高 还要来关心印度疫情严峻 住院代表处又新增了一例确诊 目前累计已经达到了7人 而其中两个状况比较严重的外交官 昨天已经紧急搭乘医疗专机返台就医 但是包机接下的过程不是那么顺利 外交单位最后找到的是一家注册在 马尔他的私人飞机公司 其他提供医疗专机的航空公司 都不太想要接送确诊者 考量到印度现在是重灾区 而且机组人员会处在密闭的驾驶舱内 风险很高 之后隔离时间又长 会少一组人员可以派遣 也担心接了这样的医疗包机任务 会影响到其他企业主 包私人飞机的意愿 所以其他的航空业者 对于接单都兴趣缺缺 驻印度代表处 两名确诊的外交官 一名重症一名轻症患者 终于搭乘医疗专机返台就医 由注册在马尔他的私人飞机公司 负责直飞任务 但医疗专机的接洽并不是这么顺利 以往费用200到300万 现在飙涨最高到600万 印度市重灾区 疫情期间移动成本增加 考量机组人员处于密闭 驾驶舱内的风险 之后的隔离期又长 如果接下搭载确诊者任务 恐怕让企业主取消 原本敲定的包机行程 种种评估因素之下 接单会更谨慎 不过前航空公司机师 有不同意见 在外交官确诊之后 三号启动紧急救援 药物控制加上远距离看诊 外交单位洽询投保的 法国保险公司 医疗专机经过土耳其到印度 接回两名确诊官员之后 中途停留越南加油 再回到台湾 完成漫长的救人之旅 根据了解这家保险公司提供的 海外紧急医疗险费用高 外交部长吴钊谢 为此还跟保险公司总裁交涉 印度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处 印度代表处 再增加艺人确诊累计供期令 现在不少台商跟台侨 都期盼政府启动包机任务 有台湾航空公司的 调度问题有些困难度 所以没有办法成形这样子 但是我这边还是希望说 我们大家还是希望说 我们台湾航空公司 还是能够持续的 跟航空公司沟通跟协调 印度疫情持续严峻 转机返台风险也高 不管包机或者专机 全球都在墙 记者下面的生态被报道